今天是夏天里最热的一天,热的都快要蒸发了,于是小宅打算看部恐怖片打发打发时间,这时一个恐怖直播进入了小宅的视线中,小宅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进入了直播间,主播叫做滴滴,他向屏幕前的观众们介绍,这是他搬家后的首次直播,所以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来个乔迁之喜, 不过后来听到这间公寓的传闻后,就决定先来一场劲爆的直播,因为这个公寓之前死过人,而且死的还是一家三口,据说是母亲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给杀死了,母亲也跟着自尽呢,更恐怖的是,母亲当时使用的凶器居然是一把锥子,至于原因嘛,警察目前都还没有查出来,只能推测是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所以今天主播打算重新调查一下这个案件, 主播说完后,网友们就炸开了锅,人都死了,还怎么查,难道请笔仙吗? 主播看完评论后,便立刻复合道,是的,大家都很聪明,我今天这场直播就是招魂,把那一家三口的鬼魂召唤出来,并问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召唤笔仙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所以我今天要使用另外一个方法,说完,主播就准备好了两个蜡烛,一张白纸和一支笔, 最重要的,还有招魂人的一点点血,主播将自己的血滴在白纸上面后,就用笔分别显向的是和不是,而两个蜡烛分别对应的这两种回应,一切准备就绪后,主播就开始招魂了,鬼大人,鬼大人,请你到我这里来吧, 念了几身后,主播身后的门缝那里居然出现了玉女头发,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吓坏了,可是主播转个身后,那头发就消失了, 然后主播对着镜头说,你们不要吓唬我了,我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到的,好了,我现在继续来召唤一次,鬼大人,鬼大人,请您到我这里来吧,下一秒,一个蜡烛晃动了一下,主播非常激动地告诉给大家,你们看到了吗? 刚刚是的蜡烛动了一下,太棒了,鬼大人真的来了,主播在平复心情后就开始提问了,鬼大人,鬼大人,请问您原本是住在这里的吗? 是的蜡烛动了一下,鬼大人,请问您年龄超过二十岁了吗? 不是的蜡烛动了一下,这样说的话,这个鬼魂应该就是那对夫妻的孩子了,主播打了一个喊战后就继续提问, 鬼大人,您是被母亲杀死的吗?是的蜡烛晃动了一下,那这里除了您还有别的鬼魂吗?是的蜡烛又晃动了一下,问到这一步,主播和屏幕前的观众们都有些紧张了,毕竟不知道另外一个鬼魂是谁,主播继续询问,那这个鬼魂是你的父亲吗?不是的蜡烛晃动了一下,那是你的母亲吗? 幻影刚落,是的蜡烛就动了一下,与此同时,一个阴森的女鬼在后面的门缝那里一闪而过,然后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都吓坏了,不过也有质疑的声音,说这一切都是主播自导自演的,看到直播间的评论后,主播立刻表现出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在向直播间的观众们证明,自己并不是在自导自演。 接着,主播继续提问,我应该离开这里吗?蜡烛回答,是。如果我不走的话,我是不是会死?蜡烛回答,是。 就在这时,房间里的台灯开始不停的闪烁,似乎灯泡坏了,于是主播对着镜头说,他去更换一个灯泡,十秒钟就回来。 说完,主播就离开了这个房间,结果十秒过去了,主播没有回来,就在大家盯着屏幕等着主播回来的时候,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突然从桌子下面跳出来。观众们都吓坏了,小宅也吓得往后一样,差点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紧接着,主播就现身了。 原来这一切还真的是他自导自演的,而屏幕中的女鬼,也是主播的一位好友装扮的。 虽然是假的,但不少观众看得意犹未尽,觉得这场直播的气氛非常到位,然后有些观众还给主播刷了好多礼物。 主播非常感谢粉丝们的支持,并且还一本正经的说,虽然这个女鬼是我朋友装扮的,但我说的故事是真的,这个房间真的死过一江三口,而且那个蜡烛。 没等主播把话说完,房间里的灯突然就灭了,观众们都懵了,怎么回事,是停电了吗?没有停电吧,这摄像头还开着呢? 就是房间里没灯,所以看起来是黑的。接着主播就说话了,不好意思,灯坏了,不过这次不是我安排的,你们不要着急,我出去找个灯泡。 而小宅忍不住笑了,他认为这肯定又是主播的剧本。 紧接着主播的房间里传来几声激烈的尖叫声,那叫声非常惨烈,好像在杀猪一样。 叫声过后,房间里就没有任何动静,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然后直播间里又炸了锅。 有的人说主播就是影帝,有的人说主播现在肯定在憋笑。 其中有个评论和别人讨论的点都不太一样,一个ID叫做红灯的观众说,刚刚真的是两个人吗? 小宅看到这个评论后觉得很奇怪,于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红灯说我看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所以就没说,刚刚不是总共有三个人吗? 就是闪灯的那一下,我看到了三个人。 主播和他朋友还有另外一个人,下面的观众立刻回复,说红灯就是主播,故意在这里带节奏制造气氛呢。 结果红灯却表示自己真的不是主播,而刚刚真的看到三个人,你们快看,第三个人还在,就在门缝那里。 画面一转,电视台播报了一条新闻,说是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在网络直播平台间里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 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打电话到派出所报案后,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两具尸体,这两具尸体都是被锥子刺死的。 经过警察调查,男性死者是一名网络主播,而女性死者则是她的好友。 令人奇怪的是,现场并没有从外部闯入的痕迹,所以调查陷入了僵局,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小悠是这样分析的,这个公寓里真的有鬼,一家三口的鬼魂都在这里, 而主播作死的将鬼魂召唤出来了,所以母亲的鬼魂当然不会放过主播了。 而那个观众红灯,她可能拥有阴阳眼,所以她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小伙伴们,有什么见解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云呢,云里解忧,下次再见。 随着地球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将面临食物短缺的严重问题。 就在这时,一位发明家在环保集团GreenFace的大力支持下, 培育出了一种可以结出肉骨的肉术,GreenFace的负责人信心满满, 这棵肉术绝对是当今世界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它不仅可以改变地球生态的问题,还能造福全人类, 让每个人都能吃肉自由,很快这种肉术就投放到了市面上。 小明在看完肉术的广告后,就忍不住问母亲, 妈妈,你说我们是不是买了这棵肉术就能每天吃上肉了? 明母想了想说,看宣传好像是这样的, 不过价格还是有点贵了,等下个月我发了工资再说吧。 其实呢,明母也想吃肉了, 直赖和现在的物价太贵了,尤其是肉类, 一般小市民根本就吃不起, 为了可以让孩子每天都吃上肉, 明母又去烤肉店找了一份兼职, 最后攒钱攒够了,明母果断将肉术给买了回来。 几天后,肉术就结果了,明母迫不及待地将肉果切成块炒给小明吃。 小明尝了几块后表示非常好吃, 和普通的肉没有什么区别。 明母也非常开心, 虽然这肉术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但还是物超所值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母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肉术结的肉果一天天干饼, 口感也没有之前那样好了, 而且小明也嫌弃难吃, 没有一点肉味,如同嚼辣。 然后明母就打电话给了商家投诉, 说花巨资买的肉术, 结果用了不到一个月, 结的肉果就变味了。 结果商家访问明母, 请问女士, 你每天只给肉术浇水吗? 明母很诧异, 植物不浇水那浇什么? 商家却回答, 如果你买我们的肥料回去的话, 味道就会变回来的。 不过这肥料有点小贵, 差不多40万一袋。 明母听得非常震惊, 你们真是奸商啊, 肉术也才80万一颗, 肥料居然都要40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银行啊? 商家准备解释一番, 而明母不想听, 直接挂断了。 真是一群奸商, 有钱买到肥料, 还不如去买真的肉吃呢。 几天没有吃到可口的肉果后, 小明整个人都销售了下来, 因为没有肉, 小明根本就吃不下饭, 这天小明的金鱼突然死掉了, 小明非常伤心, 扑在母亲怀里不停地哭泣, 明母就安慰小明别哭了, 过两天再给你买。 就在明母准备将金鱼的尸体 倒进垃圾桶里的时候, 它凝光一线, 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如果将金鱼的尸体 给肉术当肥料的话, 那会发生什么呢?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明母就将金鱼的尸体 放在了肉术的花盆里, 几天后肉术结果了, 结了一个小鱼模样的肉果, 将这个肉果炒成菜后, 明母居然吃出了一种生鱼片的味道, 而小明也觉得好吃, 一口气吃了几碗饭。 这一刻明母总算搞明白了, 要想肉术结的肉果有肉的味道, 那就必须用肉给肉术做肥料了。 不过我们这种家庭 怎么可能每天买肉回来当肥料呢? 而小明一餐没有肉就吃不下饭, 所以明母就很发愁, 该从哪里搞到肥料呢? 这天住在阶梯房的娟子, 邀请了几个邻居到他家里吃饭, 其中就包括明母, 而明母对这个娟子不是很熟, 他就向另外一位被邀请的邻居打听, 那个住在阶梯房的娟子是新搬来的吧, 听说他经常和他老公吵架呢, 邻居无着嘴小声说道, 是的, 据说娟子和他老公的夫妻生活不是很融洽, 最近闹得挺凶呢, 而且他老公平时喜欢喝酒, 一喝就断片了, 说完, 明母就和邻居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所谓阶梯房就是房间的窗户, 被外面的楼梯和院墙挡住了, 这样的房子采光和隐私都相对差一些, 不过价格非常便宜, 来到娟子的家后, 娟子热情地款待了三位邻居, 看到娟子做的菜也是肉果实, 明母就觉得肯定会很难吃, 毕竟娟子家的条件不好, 他肯定是买不起肥料的, 谁知道尝了一块后, 明母差点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天啊, 这也太好吃了吧, 其他三位邻居也都忙着在吃肉, 甚至都将头埋到盘子里面去了, 吃完后, 明母表示自己要去一趟卫生间, 其实呢, 明母想要看看娟子家的肉术, 看看他给肉术喂的是什么肥料, 连续开了两个房门后, 都没有看见肉术, 明母就很好奇, 这肉术藏哪呢, 居然这么隐秘, 现在就是最后一扇房门了, 可这一扇门是上锁的, 而明母非常聪明, 他知道如何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 开这样的门锁, 他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 放在钥匙孔的凹槽那里拧一下, 房门就打开了, 然而房间里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于是明母就顺手按开了房间里的灯, 下一秒, 一棵硕大的肉术出现在明母面前, 明母吓得浑身一哆嗦, 因为这个肉术上结的肉果, 实在太诡异了, 好像一张张人脸, 仔细一瞧, 这人脸和娟子的老公长得非常相似, 怪不得今天没有看到娟子的老公呢, 难道说, 娟子将他老公做成了肥料, 最后明母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离开了娟子的家, 可是从那天之后, 明母便忘不掉那个味道了, 因为娟子家的肉果实在太美味了, 吃一口就会忍不住上瘾, 这天晚上, 明母在家做饭的时候, 她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于是明母就将自己的手指划破了, 并滴了几滴血在肉术里面, 没错, 一开始明母打算用自己的手指当肥料, 可是她没有那个勇气, 最后只能尝试用自己的血液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小明突然称赞妈妈今天的肉不错, 比之前的要好吃不少, 明母也觉得还不错, 毕竟是用自己血液灌溉的, 不过对比娟子家的肉, 那还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明母的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她满老子都想着如何再次吃到上次那个肉, 经过一番民思苦想后, 明母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天小明带着女朋友过来玩, 明母非常开心就去厨房给她们做好吃的, 做到一半的时候, 明母突然说家里的洋葱完了, 让小明出去买一点, 小明嗚了一声就急匆匆的出门了, 到超市买完洋葱后, 小明突然觉得不对劲, 因为母亲今天给人的感觉怪怪的, 还有刚刚母亲切菜的时候, 她的手好像在不停的颤抖, 难道说母亲要? 小明似乎想到了什么, 急忙往家里跑去, 与此同时, 明母握着菜刀, 一步步朝着小明的女友靠了过来, 很明显, 明母已经疯了, 她要将小明的女友做成肥料, 这样就能吃到美味的肉粿了, 就在这时, 电视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 主持人说最近把人肉作为肉术肥料的人群正在不断增加, 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而警方也表示, 这种损害他人身体去做肥料的情况, 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看完这个新闻, 明母猛然被惊喜呢, 跪坐在地上一阵痛哭, 小明女朋友一阵懵圈,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正时小明回来了, 看到女朋友没事, 小明就长说了一口气, 然后小明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让女朋友先回家了, 小明的女友走后, 明母就抱着小明一阵道歉, 说自己一时鬼迷心呛, 差点做了傻事, 小明表示理解她完全可以体会母亲的心情,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冒出那种可怕的想法, 母子俩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后, 明母突然就说了一句, 刚刚性问你说不能损害他人的身体, 小明反应很快, 她立刻就接了下一句, 是的妈妈, 那自己的身体就没关系了, 说完母子俩都捂着嘴不停的傻笑, 画面一转, 母子俩正坐在餐桌上享用美味的肉粿, 诡议的是母子俩的大腿和胳膊都缠着绷带, 看来他们为了吃上美味的肉粿, 不惜将自己的身体做成了肥料, 然后电视台也报道了最新进展, 说最近人肉肥料的犯罪案件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最后画面来到环保集团Greenface负责人的办公室, 墙上就贴着Greenface的行动纲领, 第一条就是减少人口数量, 原来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意图,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热闹的集市上, 突然出现了一位画美女图的小哥, 这位小哥非常厉害, 他笔下的美女栩栩如生, 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而每一位美女都很漂亮, 简直就是倾国倾城的紫色, 小哥非常自豪地告诉给村民们, 他这些年云游四方, 就是为了画各地的美女, 所以这个附近如果有美女的话, 一定要告诉他, 他可以免费给美女画一张肖像画, 说完, 谈下一个老伯就自个奋勇地推荐自己的女儿春娇, 说春娇是这个村子最漂亮的姑娘, 结果另外一个老伯不服气了, 你家春娇有我家昭地好看吗? 就在他们俩吵得没完的时候, 小哥的眼睛突然一亮, 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原来一个女子刚刚从这里经过, 小哥瞬间就被他吸引了, 不过那个女子没有驻足, 急匆匆地离开了, 等小哥反应过来后, 他急忙寻为两位老伯, 刚刚那个女人是谁, 她住在哪里? 一个老伯急忙咬手, 小伙子啊, 我和你说, 刚刚那个女人虽然是个美女, 但你千万别找她, 因为她家闹鬼, 小哥先是弄了一下, 然后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老伯啊, 你可别吓唬我, 这个世上哪有鬼啊? 老伯一脸严肃地说, 我可没骗你, 那户人家都死了好几个人呢, 所以一定是被恶鬼缠上了, 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敢靠近他们家呢, 你如果行命长, 那你就去吧, 画面一转到了晚上, 小哥还真的来到了大位美女的家, 喊了几声, 无人应答, 小哥就有些忐忑了, 住这么大的院子, 应该有下人才对啊, 怎么会没有人应声呢? 就在这时, 大门打开了一个小风, 紧接着一阵阴风从里面吹了出来, 小哥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因为这阵风居然有些刺骨, 于是小哥壮着胆子朝里面喊道, 我是一个游客, 有事相求, 所以找到这里来的, 结果里面的人却说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 请回吧, 听这清脆的声音, 应该就是那位大美女了, 小哥激动的又喊了一句, 其实我是一个画匠, 虽然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也画了好多美女图了, 所以能否让我也给您画一张肖像画呢? 说完, 大门缓缓打开了, 女主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主人的皮肤白战, 无关精致, 放在全国来说, 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了, 不过给人的感觉有点怪怪的, 她的身上的确散发出一种鬼魅般的气质, 女主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将小哥拧进屋, 就开始作画了, 画了一会儿后, 女主人忍不住说了一句, 中午的时候, 我在酒馆那里看到你了, 你很擅长画美女吗? 小哥回答, 是的, 我从小的爱好就是画美女, 然后女主人又问了一句, 不过你在那里, 没有听说过我的事情吗? 小哥弄了一下, 并尴尬地回答, 有的, 有几个脑伯说你们家闹鬼, 闹鬼, 其实那些都是谣言, 那些村民怕我, 其实是觉得我晦气吧, 毕竟我16岁死了丈夫, 隔年一岁的儿子也死了, 于是婆家的人都骂我是笑把心, 客死了丈夫和儿子, 然而接下来就是婆家的人开始倒霉了, 公公和大伯相继染病死了, 家里的下人也都死了几个, 总之短短三年里, 这个家就死了十几个人呢, 渐渐地, 婆婆开始怕我, 说我被鬼附身了, 然后一天夜晚, 婆婆就上吊自意了, 恍惚之间, 小哥惊恐地发现, 女主人的脸比之前更白了, 而且还透着一层紫红色的斑块, 更恐怖的是, 她没有瞳孔, 下一秒, 女主人又恢复了之前的相貌, 这一刻, 小哥突然就明白了, 眼前的女主人并不是给鬼附身了, 而是她本来就是女鬼, 一想到自己在给女鬼画肖像, 头上的汗瞬间就跌了下来, 不过小哥十分沉着而冷静, 并且还加快了绘画速度, 见小哥画得差不多后, 女主人就发画了, 你还是将瞳孔画上吧, 没有瞳孔的肖像画, 有谁会想珍藏呢? 小哥急忙解释, 不是的, 这叫画龙点睛, 是我的一个习惯, 最后画上具有主人灵魂的瞳孔, 才算是完成了, 这个请你放心, 说完小哥拿出了红色颜料, 并在女主人的眼眶里面点上了两点, 画完后, 小哥叹了一口气, 并缓缓说道, 夫人, 我认为这个世上并没有鬼, 大家都是因为生病或者意外而去世的, 其实就算这个世上有鬼, 那鬼能比人更加可怕吗? 好了, 您的肖像画完成了, 请你过目吧, 就在女主人将自己的肖像画端起来的一瞬间, 女主人居然化作了一副干尸, 然后小哥忍不住大笑, 这样活着不是比做鬼更加幸福吗? 而且还是以你最美的容颜, 永远地活在了这幅肖像画里, 隔天繁华的小镇上, 几个村民一边喝酒一边小声议论, 听说山那头有一户人家被灭门了, 是的呢, 最后死的是那户人家的女主人, 貌似是被附在身上的鬼怪干掉了, 这时过来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拿着一副美女香香画称赞道, 叔叔, 这个姑娘好美呀, 就好像活在画里面一样, 小哥立刻复合道, 是啊, 我画得是不是很逼真, 对了, 小朋友, 你知道这个村子谁最美呀?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宫廷生活房里, 侍女帝娘娘准备了亲娘结束的冰块, 结果娘娘说不想吃冰, 只想听鬼故事, 毕竟夏天听恐怖故事, 才是最凉快的, 结果侍女表示, 自己对这些怪力乱神之事所知无几, 实在要讲的话, 就讲一只大老虎的故事吧, 娘娘一听, 顿时就气炸了, 你这狗卢彩不是在刷我吗? 我要听鬼故事, 不是童话故事, 就在这时, 一位年轻的侍女进来了, 她手里还端着一碗刚刚制作好的鲍冰, 娘娘, 你想听冰库里的鬼故事吗? 冰库? 冰库不就是储存冰块的地方吗? 是的, 这份鲍冰正是冰库的冰制成的, 而且那里也流传着一个恐怖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去年冬天的采冰期, 当汉江结冰时, 冰库就要召集人手, 将汉江的冰块切割下来, 并运送到冰库里, 由于冰块量需要供应到隔年的秋天, 所以采冰的工作需要进行整整一个冬天, 掌管冰库的是别座大人, 他是没有俸禄的五品官职, 这种官职一般都是工程的子孙们, 托祖先的福得到的一贯半职, 然后别座大人喜欢上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采冰夫的女儿小玉, 而小玉对别座大人也有好感, 所以他们很快变成了一对恋人, 结果有一天, 他们约会的时候被小玉的父亲发现了, 小玉父亲就找别座大人谈话, 他直接了当地询问别座大人, 你是否有意要和我们家的小玉结为夫妻, 别座大人被小玉父亲的气势吓到了, 一个小小采冰夫居然这样对自己说话, 见别座大人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小玉父亲挥舞着手中的钉耙, 警告别座大人, 对于你们这些贵族子弟来说, 我们家的小玉就是一个玩物而已吧, 所以我不想看到小玉被你们糟蹋, 如果有下次的话, 我就送你上西天, 结果从这天之后, 别座大人还真的故意躲开小玉, 但小玉不知情, 他总是过来找别座大人, 并且还问他为什么要疏远自己,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就在这时, 小玉脚下的冰块居然裂开了, 没等小玉反应过来, 只见扑通一声, 小玉就掉了下去, 紧接着, 小玉就被下面的水牛, 给卷到了旁边的冰块下面了, 别座大人见状, 急忙挥舞着爬钉敲击着冰块, 别座大人非常激动, 他一边挥舞着钉耙, 一边呼喊着, 绝对不会让小玉出事, 他不会违背曾经的誓言, 他一定要娶小玉为妻, 结果下一秒, 别座大人用力过猛, 一钉耙击穿了冰块, 并戳到了小玉的额头, 每一会儿, 鲜血涌了出来, 将这附近的冰块全都染红了, 而别座大人整个人都懵了, 怎么会这样呢, 真是造化弄人啊, 自从小玉死了后, 冰库就不太平了, 经常有人在冰库里, 看见了小玉的鬼魂, 而且冰库里的冰块, 会莫名其妙的, 变成染血的红色, 故事说到这里后, 几个侍女都吓得哇哇大叫, 而梁梁却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 这个故事应该还没有结束吧, 年轻的侍女说, 是的, 故事还没有结束, 之后冰库闹鬼的事情, 就传遍了整个汉阳城, 有不少民众说是别座大人, 故意杀死小玉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证据, 因为据说小玉怀了别座大人的孩子, 随着这种谣言传得沸沸扬扬, 别座大人也承受不住了, 毕竟小玉死后, 别座大人就没有再踏进冰库一步了, 一天晚上, 别座大人鼓起勇气来到了冰库, 因为他想和小玉做个了断, 没一会儿小玉的鬼魂就出现了, 别座大人闭上了眼睛, 因为他觉得小玉会取走他的性命, 结果小玉却哭着抚摸着别座大人的脸庞, 别座大人有些恍惚, 你不是为了报仇才现身的吗? 结果小玉摇了摇头, 似乎小玉是相信别座大人的, 相信别座大人对自己是真心的, 那天失手杀了自己只是一个意外, 然而下一秒, 小玉的父亲冲了进来, 他一边挥舞着钉耙, 一边大喊着, 你这个杀人犯还我的女儿, 由于别座大人没有任何防备心理, 最后就这样被小玉的父亲打死了, 然后冰库里一半以上的冰块, 都因沾上了血水而无法使用了, 听到这里, 娘娘忍不住吐槽, 那个鬼魂到底为什么要出现呢? 真是可笑, 既然对别座大人没有任何怨恨, 不就没有理由斗牛人间呢吗? 然后侍女则淡定地回答, 看来梁梁是不喜欢这个版本了, 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冰枯落鬼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汉阳城, 有不少民众说是别座大人故意杀死小玉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证据, 因为据说小玉怀了别座大人的孩子, 随着这种谣言传得沸沸扬扬, 别座大人也承受不住了, 这天晚上, 小玉父亲找到了别座大人, 他想搞清楚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 小玉到底有没有怀孕, 结果别座大人一声不吭, 然后小玉的父亲就说出了实情, 其实小玉落水后, 他从头到尾都在冰窟楼上面, 并没有被水牛困到冰面下面, 而别座大人却对外声称, 是砸冰块不小心砸到小玉的, 这个说法分明就是掩饰自己杀人的罪行, 说完小玉父亲就举起了手中的钉耙, 隔天冰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把钉耙, 不过那尸体已经分不清身份了, 不知道是别座大人的, 还是小玉父亲的, 因为从那天之后, 这两个人都消失了, 故事说完后, 侍女就问娘娘,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结果娘娘的表情有些惊恐,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然后侍女继续说, 其实这碗鲍冰就是用我父亲的血做的, 你要不要品尝一下呢? 最后我想问你, 你的哥哥到底躲到哪里去了呢? 随着一声惨叫,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应该都看明白了吧, 第二个版本才是真的, 别座大人就是一个渣男, 小玉是有落水, 但她并没有被困在冰块下面, 别座大人为了解决麻烦, 就故意杀了她, 而小玉的父亲找别座大人报仇, 被别座大人反杀了, 然后娘娘就将别座大人藏了起来, 因为别座大人是娘娘的哥哥, 最后小玉的鬼魂找不到别座大人, 所以才会找娘娘算账的, 小伙伴有什么见解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绘画老师正在台上画肖像画, 同学们在下面认真学习着, 老师画完后, 冬九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 那就是画肖像画时, 为什么不用画手呢? 关于这个问题, 冬九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老师就让同学们, 按照他刚刚示范的方法, 画自己的肖像画, 明天这个时候交作业, 所以大家不要偷懒, 老师还重点点名了冬九, 让冬九好好画, 不然就等着受罚, 中午的时候, 冬九发现好哥们的肖像画居然画完了, 冬九羡慕的同时, 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咦, 你怎么不给自己画一个手? 好哥们听得很无语, 你怎么老是提这种奇怪的问题? 而冬九却表示, 自己是真心想知道为什么不画手, 毕竟自己所看到的一些肖像画都是没有手的, 好哥们想了想便解释道, 可能是委托要画肖像画的都是一些名门贵族, 他们觉得把双手露出来不得替吧, 所以才会这样画的, 对于好哥们这个解释, 冬九表示很不理解, 明明人有两只手, 为什么图画里就没有呢? 所以冬九认为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一番纠结后, 冬九的肖像画也完成了, 不过他给自己画上了一双手, 你看看, 画上手后不是更加生动好看吗? 结果好哥们指着冬九的肖像画说, 这幅肖像画不是要上胶的吗? 你怎么把手画上去了? 冬九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不知不觉就将手给画了, 然后好哥们就让冬九重新画一张, 不然会被老师骂的, 凌晨时分, 冬九看着自己的肖像画一阵发愁, 到底要不要重新画呢? 可是现在都过丑时了, 重新画应该来不及了吧, 看着屋子里的肖像画, 冬九开始发牢骚, 老祖宗们为何画肖像画就不画手呢? 真是害人, 就在这时, 旁边的老祖宗就将头给伸得出来, 冬九整个人都懵了, 什么情况, 怎么画中人还能伸出头来? 冬九吓得黏黏后退, 结果那个老祖宗的脖子, 越伸越长, 眼看老祖宗就要亲上冬九了, 结果老祖宗突然无法动弹了, 虽然老祖宗十分努力, 但貌似他的脖子只能伸这么长, 一瞬间, 冬九突然就搞明白了, 这张肖像画没有画手, 所以老祖宗无法从画里爬出来, 如果画了手, 老祖宗就能用手扶着墙体爬出来了, 冬九越想越兴奋, 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居然被自己想通了, 没等冬九高兴几秒后, 一双黑手突然伸出来抱住了冬九, 并将他拖进了画中, 没错, 这双黑手正是从冬九的肖像画里跑出来的, 隔天上午, 老师在看了同学们的作业后, 重点称赞了冬九, 说冬九的话不错, 栩栩如生, 下面的同学们都很诧异, 因为冬九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怎么会被老师表扬呢? 好哥们儿也有点惊讶, 他瞟了一眼冬九的话, 居然调侃了一句, 咦, 你还是将画给改了啊, 怎么不画手了? 冬九笑着说没什么, 画不画都无所谓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都看明白了吧, 这个画手其实和画龙点睛是一样的道理, 画了手后, 这幅画就有了灵性, 它会从画里逃出来, 所以最后冬九被画中的自己所取代了, 定义娜,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个天几个官夫人, 就在一起喝茶聊天, 聊着聊着, 黄夫人就开始炫耀她的头发了, 你们看, 我今天的头发盘得漂亮吧, 这丫头的发质很好, 我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另一位夫人立刻附和道, 是啊, 你这头发浓腻又有光泽, 你不说是假发, 完全都看不出来呢, 这两位夫人都盘了头发, 所以聊得非常尽兴, 而另外一位夫人红红, 就有点闷闷不乐了, 回家的时候, 红红坐在轿子里一阵吐槽, 不要脸的女人, 不就是盘了一副假发吗, 有什么可得意的, 这时, 红红无意间, 发现旁边的一户人家, 一位夫人正在晒衣服,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这位夫人的头发, 又长又黑, 红红瞬间就心动了, 于是红红, 丢下一串铜钱, 想买夫人的头发, 结果夫人一边磕头, 一边说自己的头发不能卖, 原来这位夫人之前有婚约在身, 结果去年的时候, 情人突然暴毙, 而情人生前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头乌黑的秀发, 然后夫人为了守节, 希望一辈子都可以留着这一头头发, 说完自己的遭遇后, 夫人请夫人将话收回, 不要为难小人, 而红红则一脸不悦, 晚上, 两个蒙面的小哥偷偷溜进了夫人的院子, 很明显, 这两个小哥真是哄哄喊来的, 因为哄哄打算用强硬手段了, 为了不惊动旁边的居民, 小哥利用工具, 轻轻松松地打开了大门, 眼看, 夫人就要被惊醒了, 小哥急忙捂住了他的嘴, 并让他老实点, 只要将头发交出来, 不会有任何疲弱之苦, 说完, 小哥就按着夫人的头, 并将他的辫子给剪了下来, 剪完后, 夫人非常伤心, 捂着嘴, 失声痛哭, 按道理, 两个小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是另外一个小哥却动了坏心思, 他让同伴在外面等他一下, 只要几分钟就好, 画面一转, 到了三位关夫人聚会的日子, 而今天红红盛装出行, 并且她的盘发也十分精致, 黄夫人都看傻眼呢, 这一刻红红非常得意, 晚上红红准备卸妆休息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身后有稀稀素素的声响, 转头一瞧, 蜡烛突然就灭了, 红红有些害怕, 急忙喊了一句, 是谁? 见没人回答, 红红就呼唤着下人的名字, 结果依旧没有回应, 红红非常生气, 这群狗卢彩跑哪去了,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们, 就在红红准备出房门的时候, 一个恐怖的白鱼女突然出现在红红的身后, 并缓缓喊道, 还给我, 我的头发, 红红吓坏了, 推开门就要逃, 结果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跤, 就在这时, 红红发现房子的隔断下面居然藏着一具尸体, 而这具尸体正是欺负那个妇人的小哥, 原来那天晚上, 两个小哥在剪完头发后, 其中一个小哥动了坏心思, 想要留下来和妇人睡觉, 而妇人另死不从, 最后小哥失手杀了他, 最后妇人被两个小哥买在了荒山岩岭后, 他便化成了厉鬼, 第二天早上, 丫鬟见妇人迟迟没有出来, 便在门口喊了几声, 见妇人不应声, 丫鬟就主动推开了房门, 结果就发现, 妇人已经被吊死了, 而且她的死状十分凄惨, 因为她的头发全部被拔了下来, 再后来, 人们在后山发现了妇人的尸体, 为了安抚妇人的怨恨, 村民们就给她腻了一块碑,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东九是一个单身汉, 他每天都想着如何讨老婆, 可惜他太穷, 没有姑娘愿意跟着他一起生活, 这天东九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和自己说话, 咦, 奇怪了, 这附近没有人啊, 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 是我啊, 我愿意和你一起生活, 顺着这个声音, 东九找到了一个大田螺, 东九非常吃惊, 这个田螺居然会说话, 真的成惊了, 于是东九就将田螺带回了家, 并养在了卧房里, 第二天,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东九干完农活回家后, 惊讶地发现, 客厅的桌子上居然摆放着热腾腾的饭菜, 东九也心懵, 这是谁做的呢? 隔天也是一样, 东九刚回到家, 就发现饭菜已经做好了, 东九非常想不通, 因为自己的父亲死得早, 这附近也没有什么亲戚, 会是谁每天给自己做饭呢? 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 东九就想到了一个计划, 这天, 东九假装出门干活, 然后马上折返回来, 并躺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 等了一会儿后, 一位妹子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这位妹子眉情目秀的, 一看就是一位大美女, 东九都傻了, 这个妹子什么时候藏在自己卧房里的? 这间妹子在厨房里忙活一阵后, 就做好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原来这几天都是她做的啊, 东九非常激动, 看来这个妹子是喜欢自己了, 不然不会每天为自己做饭的, 与此同时, 东九也搞明白了, 这个妹子应该就是那个田螺变的, 毕竟田螺会说话成金的, 所以幻化成人形也说得通, 眼看田螺妹做完了饭菜, 准备离开时, 东九急忙冲了过来, 不要走, 就留下来和我一起生活吧, 田螺妹有些紧张, 也有些害羞, 沉默片刻后, 田螺妹就告诉给东九, 再给她一点时间, 因为她现在还不能和东九在一起, 东九不理解为什么不行, 你都每天过来做饭了, 干脆就留下来吧, 结果田螺妹说, 她是从天庭被贬下来的, 所以还是戴罪之身, 如果现在就和公子生活在一起, 那一定会以悲伤收场的, 但东九根本就不听这些, 反正你倒是说了, 要和我生活在一起, 所以不管怎样, 你不要走, 在东九极力挽留下, 田螺妹就留了下来, 并和东九结为了夫妻, 就这样, 东九过上了幸福而美满的生活, 每天干完农活回来, 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 这天东九在田梗上休息的时候, 邻居大叔和东九闲聊了几句, 东九啊, 你最近还和田螺妹一起生活吗, 你难道不怕他吗, 东九笑着说, 他长得可好看了, 怎么会怕呢, 他就是老天爷送我的礼物, 大叔继续说, 可是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和我们都不一样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水鬼, 那田螺不就是在水里发现的吗,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水鬼变的, 而且水鬼一般会给自己找个替死鬼, 你要当心点, 如果他要你跟着他去什么地方的话, 你可千万别去, 虽然大叔说的有些邪乎, 但东九只是笑了笑, 似乎就当大叔在开玩笑, 这天晚上, 东九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于是他猛地从城上爬起来, 问你要去哪, 田螺妹有些紧张地回答, 忘记告诉你了, 每隔七天我就要回田螺你一次, 东九有些诧异, 什么意思, 我们在一起生活快一个月了, 你不是都没有回去过吗, 田螺妹就解释, 对不起相公, 其实每隔七天我都会偷偷回去一次的, 我怕你担心, 所以没有和你说, 东九听得非常生气, 什么你偷偷回去, 没等东九把话说完, 田螺妹就刷得化作一缕青烟, 并钻进了田螺你, 从这点之后, 东九就对田螺心存芥蒂了, 因为每次田螺妹要回去的时候, 东九就会和他大吵一架, 直到有一天, 田螺妹回到田螺你后, 半个月都没有再出来了, 东九非常难过, 感觉田螺妹彻底离开了自己, 凝聚大叔得知情况后, 就又开始说三道四了, 你看吧, 我早就和你说过, 不要将真心交给那种女人, 这样的话, 你早晚都会成为孤家寡人的, 而且那种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 你就别等了, 搞不好他在你和其他男人之间来来去去呢, 最后大叔还建议东九, 直接将那个田螺扔了算了, 听到这里, 东九一言不发的喝了一口闷酒, 晚上, 东九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乌扭一个人影, 没错, 田螺妹在失踪半个多月后又回来了, 看见东九回来了, 田螺妹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今晚怎么回来这么晚, 还一身酒气, 这样我很担心, 结果田螺妹的这句话, 刺激到了东九, 担心, 会担心的人还半个月不回家吗, 田螺妹急忙解释, 我是身体不舒服, 所以才回去久了一点, 不过已经差不多了, 我再回去一两次, 我就不用再回去了, 听田螺妹说还要回去, 东九就更加生气了, 你是真的回田螺里面的吗, 他不是跑到别的地方, 和哪个野男人一起鬼混呢吧, 田螺妹见状, 立刻反驳道,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那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一起, 去哪儿, 田螺里面吗, 听到这里, 东九就想到了大叔的忠告, 水鬼是要给自己找替死鬼的, 所以他说要去什么地方, 一定不要去, 看来这个田螺妹真的要害自己了, 东九大声咆哮道,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人类, 又不是你这样的鬼怪, 我能进得去吗, 你要走的话就快点滚吧, 别在这里暗言, 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田螺妹也不想再争执下去了, 于是立即化作一女青年, 钻进了田螺里, 见田螺妹又走了, 气急败坏的东九, 直接将田螺摔在了地上, 不过这田螺的外壳还是挺硬的, 摔在地上一点事都没有, 然后东九又抓起一块木头, 狠狠拍了下去, 直接一张田螺的壳给敲破了, 东九这才解气, 几天后, 东九干完农活回来时, 发现田螺妹居然又回来了, 东九有些诧异, 田螺不是给砸破了吗, 怎么她还没事呢, 等刚走近一点后, 东九才发现, 田螺妹的半个头居然是一片血肉模糊, 然后田螺妹微笑着转过头对东九说, 相公, 我现在彻底好了, 不用再回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分离了, 随着东九发出一阵惨叫,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 妻子洪洪正在做饭, 而丈夫小朴则在一边做着洪洪的思想工作, 因为最近小朴的爷爷病重需要人照顾, 而小朴的母亲一把年纪了, 没有精力去照顾爷爷, 所以小朴打算让洪洪去, 白天就负责给爷爷做两顿饭, 晚上就回来, 毕竟之前爷爷生病, 洪洪就去帮忙照顾了几天, 并且照顾得很好, 就在这时, 洪洪不小心将自己的手指切到了, 鲜血瞬间涌了出来, 而洪洪也没有及时包扎, 就这样滴在汤里, 吃完饭后, 小朴就要出门上班了, 然后小朴又问了一句, 刚刚和你说的听见了吗? 没有意见的话, 我明天就送你去爷爷家, 见洪洪没有吭声, 小朴就默认为他同意了, 就在这时, 洪洪听到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洪洪正准备去房间查看, 结果手机响了, 是洪洪的母亲打来的, 于是洪洪就让母亲明天过来一趟, 帮忙带带孩子, 因为他明天要去照顾爷爷, 画面一转, 到了第二天, 小朴将洪洪送到爷爷家门口后, 他就去上班了, 按了门厅后, 因为终点宫开了门, 看到是孙媳妇来了, 终点宫忍不住调侃道, 真是的, 这家的媳妇在忙什么啊, 自己不来照顾老人, 却让孙媳妇来受苦, 进屋后, 洪洪感到有些冷, 终点宫就解释道, 是我将冷气开到最低的, 这样那老头才愿老老实实的待在被子里, 还有, 你和你婆婆说一下, 如果想让我继续照顾病人的话, 热心至少两千五, 说完, 终点宫就说工走人了, 爷爷看到孙媳妇来照顾自己了, 爷爷非常开心, 笑得得合不拢嘴, 就在洪洪上前给爷爷请安的时候, 爷爷却对洪洪毛手毛脚起来, 看来这个爷爷是个老不正经, 此时洪洪心里充满怨气, 都是这个老不死的, 害得自己见不到宝宝, 只能将宝宝放在家里, 更可恶的是, 爷爷不仅手脚不干净, 他的嘴巴也不干净, 说着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让洪洪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洪洪做好饭菜后, 爷爷还嫌弃难吃, 一把将桌子给掀翻了, 而且还将洪洪的手磕了一下, 今天刚贴的窗口贴, 立刻又被染红了, 晚上回到家后, 小朴就开始向洪洪吐槽, 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 太热了, 对了, 你在爷爷那里过得怎么样, 他那里是不是很娘快, 洪洪依旧没有吭声, 随后睡觉的时候, 洪洪一上床就合上了眼睛, 于是小朴忍不住说了一句, 老婆辛苦了, 最近有想买的包吗, 看中了就买一个吧, 结果洪洪却回了一句, 老公啊, 待会如果我说梦话的话, 你一定不要回我话, 小朴很诧异, 你睡觉会说梦话吗, 嗯, 是的, 如果太累的话会说的, 反正你要记住, 不要回我的梦话, 不然会被吸进去的, 吸进我的噩梦里, 此时小朴笑出了声, 你什么意思, 在说鬼故事吗, 过了一会儿, 洪洪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看来洪洪睡着了, 而小朴还没有睡意, 于是就玩起了手机, 这时洪洪突然说了一句, 老公啊, 今天爷爷去世了, 我将他的脖子折断了, 小朴顿时就愣住了, 你在胡说什么, 转身一瞧, 发现洪洪正在呼呼大睡, 原来是在说梦话, 不过这梦话太出眉头了吧, 下一秒, 洪洪突然转过头来, 以十分诡异的姿势将头转了过来, 老公啊, 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回我的梦话吗, 紧接着小朴就被惊醒了, 结果发现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此时天已经亮了, 洪洪正在做早餐, 于是小朴就问洪洪, 老婆啊, 你昨晚睡得好吗, 你是不是说了一些奇怪的梦话, 洪洪突然歪着脖子说, 是的, 还没结束呢, 说着洪洪张开大嘴, 朝着小朴冲了过来, 然后一只婴儿小手从洪洪嘴巴里伸出来, 将小朴拖了进去,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这个结局, 小悠简单分析一下, 洪洪很想做好一个贤妻娘母的角色, 只可惜这个家庭太扭曲了, 洪洪之前照顾过爷爷的, 并且被爷爷毛手毛脚过, 所以洪洪很害怕爷爷, 然后洪洪之前怀过孩子的,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产, 可能和爷爷有关, 再加上小朴不关心洪洪, 体会不到洪洪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辛苦, 总是用物质条件来满足洪洪, 最终导致洪洪的情绪得不到宣泄, 精神出现了问题, 所以洪洪才会经常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其实他的孩子早就不在了, 或者说这个孩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怨灵, 一直存在于洪洪的肚子里, 最后洪洪实在受不了这个爷爷, 就将他的脖子给折断了, 然后那个怨宁也受不了这个父亲, 就将他拖进了母亲的肚子里,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鱼嫩, 鱼里剪忧, 下次再见, 这天晚上, 小宅和好友们聚晚餐后,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而今天的饭局小宅喝的有点多, 所以他的脑袋晕乎乎的, 而且还有点想吐, 小宅就自我安慰, 从明天开始一定要戒酒, 这时小宅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抬头一瞧, 发现前面有一个红衣女, 小宅就很诧异, 这么晚了, 居然还有漂亮妹子在逛街呢, 跟在他后面走了几步后, 小宅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是凌晨十分, 如果继续走在后面的话, 可能会被他误会是跟踪狂吧, 所以还是抄到他前面比较好, 于是小宅加快了脚步, 并目光坚定地超过了红衣女, 来到红衣女的前面后, 小宅就长舒了一口气, 太好了, 这样就不会被人误认为是变态了, 然后小宅看了看时间, 发现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太晚了, 得赶快回家了, 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 穿过两条街道后, 小宅听到身后传来一阵, 哒哒哒哒的脚步声, 这声音非常急促, 好像有人在跑步一样, 小宅转身一瞧, 居然又看见了那个红衣女, 什么情况, 难道这个红衣女在跟踪自己吗, 还是说他刚好也走这边, 不对, 如果他和自己顺怒的话, 应该看到的是他的正面吧, 为什么却一直背对着自己呢, 小宅越想越不对劲, 觉得自己遇到了什么脏东西, 于是他准备加速离开这里, 然而下一秒, 那个红衣女突然闪现了过来, 并将他的后老勺怼在了小宅的面前, 小宅吓坏了, 惨叫一声, 撒腿就跑, 最后小宅一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回小区一头钻进了电梯里, 可就在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 小宅隐隐约约觉得身后还站着一个人, 一外耳畔又出现的那种哒哒哒哒的脚步声, 于是小宅缓缓转过头, 与此同时, 那个红衣女也将自己的脸转了过来, 当小宅看到这张脸后, 他直接吓得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保安大叔将小宅喊醒呢, 喂, 同学你还好吗? 而小宅一脸梦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叔就告诉小宅, 我刚刚看你进电梯好一阵子了, 电梯都没有动过, 然后就发现你在里面睡着了, 你没事吧? 小宅摸着脸说, 没事没事, 可能就是喝多了吧, 好的, 没事就行, 快回家睡觉吧, 在电梯里面睡觉很危险, 就在保安大叔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似乎想要说什么, 结果却又欲言又止, 奇怪了, 明明电梯里还有一个女生啊, 难道我看错了? 保安大叔一边思考, 一边走出了电梯间, 就在这时, 小宅的电梯门重新合上了, 而那个红衣女又出现了, 看来红衣女打算和小宅一起回家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娜与你简优, 下次再见,